这一篇跟大家介绍的是如何在Duck上做资料夹堆叠 堆叠可以让你快速使用资料夹来加快作业 但资料夹只能放在Duck右侧 我们现在把应用程式这个资料夹拉到Duck右侧 这样子就丁选在Duck右侧了 接下来示范怎样设定堆叠 按下滑鼠右键 我们看到排序方式有名称加入日期修改日期制作日期种类 这边按照需求来设定 比如加入日期再下载项目就很好用 接下来是显示方式 这个是设定资料夹的显示图像 我们先开启图片这个资料夹 资料夹里面的第一张图就是图片资料夹的堆叠显示图像 现在再将图片这个资料夹的显示方式 更载成档案夹 现在图片这个资料夹的显示图像已经变成预设图像了 接下来示范检视内容方式 资料夹里面的资料夹的显示图像 打开的时候就像资料一样 适合只有少数档案 可以直接开启程式 格状 打开的时候可以预览图片 适合只有少数图片 可以直接选择图片 列表 打开的时候只显示档案或资料夹名称 并且可以显示指资料夹的内容 适合里面有大量档案 需要分类整理的资料夹 自动 Mac自动选择 档案不多时会使用产状堆叠 档案数量变多时会改成格状堆叠 接下来介绍格状堆叠的几种操作方式 按一下在Finder里打开 可以打开这些档案所存在的资料夹 资料夹里面的档案很多 就会出现卷轴 可以上下卷动视窗 如果进入指资料夹时 可以按下这个箭头 回到上一层资料夹 设定好堆叠 可以快速找到需要的档案 谢谢 那下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资料